金晶有多会聊 见面没多久 金晶就和赛俱坤带上了情侣发孤 我们是头一个吗 我们是头一个吗 我好干 对坤坤撒娇 金晶更是新手拈来 坤 你不许笑 谁都可以笑你 你都不信他人家 感人甚至到了 惨用馄饨嫁的地步 太粘人了 回去 你这样我怎么放心 嫁给你 你这样我怎么放心 嫁给你 同时金晶还是很有事业心的 你们两个有一个 同时上台的机会 你不珍惜这个机会吗 我还想靠实力 不想靠恋情 这下把我们坤坤 都给忍不讳了 其实在沙依和赛俱坤之间 金晶也曾犹豫过 坤 我不会嫁给你的 我要嫁沙依老师这样的男人 过日子还一直选杀艺 谈恋爱还是选赛俱坤老 把这样的烦恼 心境可有不少 三位当中选一个人拍一段 偶像剧你会选谁 嗨 哥也结婚了 冰哥也在上升期 哈哈哈哈 实在是太让人羡慕了 跟张一新掰的舞蹈 还直接把张一新给整五语了 我的歌声是很糊涂 哈哈哈哈哈哈 一声音就是武感力量方面 还有这个核心的部分 还需要加强 张PD怕是从来没想过 自己会有车一天 郭俊晨更是没能讨过 金晶的魔杖 今天好搭哦 上面好的吗 哎呀不要瞧我们的绯闻啦 俊晨还在上升期 俊晨还在上升期 哈哈哈哈 俊晨弟弟都害羞了 然而李佳琪才是被金晶 聊得最狠的那一个 今天我下车的时候 是 李佳琪的工作人员在那里等待我 说哎金老师这边请 我就 都已经这样了 就叫老板娘 就叫老板娘 哈哈哈哈 李佳琪 你就错误了金晶吧